栗子南瓜为避风社区重要的农作物 而南开科大秉持帮助在地社区产业创新的理念 利用社区特色栗子南瓜 开发出多样西点为社区中年妇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这一次呢研发了四种面包 一个是欧克宝 然后这个手撕奶香包 然后呢戚风面包 还有呢这个布丁 完全是呢南瓜呢本身的这个社调 那希望呢透过这一次的合作 能够未来呢替避风社区呢开拓一个这个裁员 那同时呢也可以呢协助呢社区中一些中年的这个妇女 能够呢有再度就业的一个机会 首饰南瓜奶香包 南瓜戚风蛋糕 南瓜蒸烤布丁及综合坚果欧克宝等地方特色餐点 进而带动社区的经济发展 我们的栗子南瓜 来到学校做出的很多的变化 包含我们的水店 我们的米包 我们的布丁 就是我们的栗子南瓜 加入这个米包里面 让它三成不一样的色彩以外 也增加它的营养分 可以把社区的商业做不一样的专门专门 未来我们也会研究包装 要怎么办 是不是可以在美尼多推出社区不一样的商业变化 可以增加我们在地的收入 还是说可以增加我们的农民 不一样的体型和生活 先议员林永宏肯定南瓜科大餐饮管理系师生 研发西点的用心 为社区产业注入创新的发展方向 未来的我们的长辈学习到这个技能 是不是可以从来给他们动作一个创业的第二春 让他们也有一技之长 是不是走出我们自己的产业特色 我们是不是思考着如何把米 或做成米面包 推赶我们的米食 如何把它发挥我们的创意 我们再造就位机会 让我们的米食 能够农业经济跟观光经济 能够结合成为草屯最特殊的产业 透过南开科大餐饮管理系师生的协助 运用避风社区的特色 粒子南瓜 制作出多样特色的西点 不仅提供许多社区中年妇女的就业机会 更提升社区的经济发展 记者 李永胜草屯采访报导 和生学买的保护 出力以后 文人会的经济 特别以后 任何专家 进行